使用球杆,击打自己的球,依序通过球门,最后撞住得分的锤球运动,受到不少民众的喜爱 113年,全国锤球锦标赛在八斗子锤球场举行 一共有20队,除了我们金鸿市队以外,还有宜兰、台北、新北等一些外限制的球队来参与 我想这就是一个锤球爱好的朋友,大家互相联谊的一个机会 那在联谊中,大家彼此却出球技,喜欢跟我们锤球运动的各项的发展,增加大家的一个兴趣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锤球运动朋友的唯一的一个信念 参赛民众以球会友都很开心 打球打得好不好就另外一回事,出来晒晒太阳,交交朋友,健健康康就很好 台湾体育总会监视会主席,同时也是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的郑锦舟 欢迎各县市选手,也谢谢市府的协助 这个场地让我们锤球每次包括成果性活动这一半 可是这里也拜托市长帮我忙 因为说实在可以做一个检疫厕所 因为毕竟说整天比赛起来要有个厕所比较方便 也谢谢小二市长对体力大力支持 这一点呼吁说请市长和相关单位可以帮我忙 因为毕竟选手打了一天,要方便的话,也跟检疫厕所比较好 而八斗子锤球场,现今是委托社辽岛生活协会来协助管理 民国球苏联就有举办过这个比赛 当时成立的时候还武松,武苏类,有师子来庆祝 那经过十几年以后,现在由何彬岛生活协会来负责保养这个场地 现在在基隆寺这个场地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场地,有六个场地 你看我现在八十几岁了,我还是这么健康,这么活动 就是多运动,充满活力,像这位八十多岁的爷爷一样 来自各地的球友们,相互切磋球迹,互相观摩 同时结交许多好友,一起运动强身 记者蔡小军,基隆报道